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制作食品一定要有良心 但是有一个食品业者的老板就说 做东西要有良心 但是他的良心究竟何在啊 彰化要除三害 为什么要除三害呢 我们来看一下几张照片了 第一张照片你一定会很熟悉 谁呢 大桶的高正丽 他做的黑心油 第二张呢 你可以看到复卫香的陈文南 但彰化还有第三位 谁呢 魏映聪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可是卫权集团呢 鼎星集团的油品也出了问题 为什么都出现在彰化呢 为什么我们的食用油始终都有问题呢 这次的最新爆料出来的就是在 卫权 鼎星的油品出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一下 良心究竟何在啊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刚好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盖 你刚好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你刚好大家好 股市分析师曾光辉 你刚好大家好 资深财经记者张真威 你刚好大家好 在今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新闻 新闻里面卫权的油品出了问题了 21项油品都出问题 但重点是什么呢 他里面掺杂的是大桶的油品 可是呢 真正最有良心的是谁 居然是高正立耶 因为高正立告诉大家说 卫权的油品出问题了 你讲到高正立我想到这个事情是10月中爆发的嘛 但是在10月中爆发之后没有多久 其实在10月底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你刚刚讲的鼎星集团 包括比方说他们的大哥魏映周是康师傅的 魏映郊是鼎星集团的董事长 魏映聪是卫权董事长 他也兼鼎星自由董事长 魏映行是最后的老妖 他们也都知道他们旗下 不管是卫权还有鼎星自由 都有进大桶的油 等一下大桶的油出事到现在都已经19天了 他们明知他们有进大桶的油 而且是10月下旬就知道 是啊 但是妙的是我为什么要放了这个横批 跟这个所谓的左右对联在这儿 你看看当时魏映郊 也就是鼎星集团的董事长还说 本来做食品就是要有良心 好啦弟弟魏映聪马上出来加码奖 他说我们做事是有魏家的家训 休和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 良心啊 为什么呢 休和无人见 就是说如果你做的事情非常有修为 即使没有人看见也没关系 因为你有存这样的好心 上天会知道 因为这就叫做良心 讽刺了 你当时明明知道自己有进大桶的 会牛 然后你还可以说这样恶心巴拉的话 更好玩的是 你知道这个事是怎么被踢爆的吗 就是那个高震丽 那个奸商 他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良心未明 然后跟检察官踢爆 说他的油 油给卫权跟鼎星 所以呢 变成是高震丽有一点点的良心 来抖出这个你口口声声说恒兵是良心 其实根本是良心何在 我讲到之后 我觉得好丢人 你知道吗 结果呢 卫生局的人员就立刻跑到他们顶星 制油 为什么是顶星制油 你会想不是卫权的油有问题吗 对啊 我跟各位讲原来是这样 卫权的油 有二十几项都是自家 他们自家集团顶星制油代工的调和油 那结果呢 顶星制油这家公司的油桶 你看这么多油桶 这些油跟谁进呢 就是跟大桶 你说现在这照片上面这些油都是大桶的油 就是大桶的油给顶星制油 顶星制油在帮自家的卫权做油 这样大家了解了吧 好了 要追就先去追顶星制油嘛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桶子是红色的吗 为什么 我告诉你这里头桶子有分三种颜色 蓝色 白色 红色 红色这个常识也知道嘛 就是恐怖哦 恐怖哦 不要靠近 小心哦 这里面有问题的哦 它的油品原来是这样区分的哦 不然你觉得 红色的油原来就是没有问题的油 你有没有看过警告标志都是红色的 好啦 这里头 这里头 它还有分哦 有做记号的跟没做记号 来 你看 这够明显嘛 这是不是没做记号 没做记号 这是不是有做记号 对 你知道观众朋友 面膜在哪儿吗 在哪儿 没做记号里面掺的是大桶的橄榄油 但这橄榄油不纯 里面也有棉子油 但是还好哦 这个有做记号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里头大桶的 加了桶叶绿素的橄榄油 原来用记号来区分 但同样用红色的红色 都告诉你说这些油桶里面 都有问题 你就是说这已经是有问题了 但是这是有问题里头 还算好一点点的 这是有问题里头的有问题啊 但是你顶星集团的高层 我看你脑袋也有问题 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 还在那边说谎话 你害我们消费者 多吃了二十几天 你们顶星自由 摻了大桶的胃橄榄油啊 卫权的总经理张教华 他讲 他说这不能怪我们卫权啊 你要去怪顶星自由 顶星自由出问题了 讲的顶星自由 就是他们自家集团的吗 因为顶星自由去拿大桶的嘛 总经理他还讲 他说你们问东西去找他 找我们卫权的公关协理陈文敏 你知道卫权的公关协理 陈文敏是谁吗 谁 他是卫权公关协理 他自己本身就是顶星集团的发言人 好 总经理张教华说 要去怪顶星自由 对 然后呢 不要怪我们董事长 好 那我们的董事长呢 是卫硬冲 卫权董事长是卫硬冲 你知道吗 卫权的董事长卫硬冲 他本身也是顶星自由的董事长 等一下 不对啊 明明这个是卫权董事长 这边是顶星啊 对啊 所以你看 来来来 不要怪我们 去怪他 你的老板 你们不要怪我老板 去怪他的老板 化掉 消掉 你是有精神分裂还是怎么样 还是你有什么欺力 还是你在玩大风吹啊 你是两个同一个吗 都同一个老板啊 再来 这个发言人 还是这个集团的发言人 好 还没哦 他的老大 老哥 魏硬冲 还有这个魏硬交 还有老妖 都还是顶星自由的董事长 更离谱的是我们讲完 魏硬冲 你不但两边都挂董事长 你现在还要自己 自己那边弃责 他本身还是GMP的理事长 GMP GMP是什么 我们国内那个GMP的标章 优良食品 是啊 你身为优良食品的理事长 然后你做出 没良心的胃油 这真是讽刺 我说他倒倒一半 好 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 有医生出来爆料 说顶星还有进口棉籽 精裂后棉籽扎可以做成肥料 那这些棉籽扎拿去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魏权还有一个 牧场 牧场啊 对啊 我们讲完了 他们卫权集团跟底星集团下面 有多少东西 来 林凤鱼牛奶 来 变拉送 那么多咖啡 来 布丁 烤肉酱 酱油 这些 这些东西 十米一样样全爆了便利商店 全都买得到啊 我不是诅咒他们要爆 我是很担心 你今天只是个油 你就已经这样子了 那其他棉籽油的棉籽扎 棉籽扎我在讲一件 棉籽扎 拿去当肥料 那这些 不是等于成为一个锁链在无限的扩散吗 魏权的总经理张教华 他说啊 这件事情主要是顶心自由出了问题 问题就出在顶心自由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整个中间的一些关联性 顶心自由的董事长 跟魏权的董事长 居然是同一个人 魏硬冲 怎么都是魏硬冲呢 难不成中间是左手转到右手去吗 光辉 有这可能性吗 一般的话 因为魏权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那可能他没有办法说 我每一行三平五来做 他有他的一个企业整额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得到 这两家的集团的董事长 几乎都是属于这个魏家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魏权自己生产 我可能不划算 我应该会给别人生产 这个合理吧 可是问题是 你的代工者是谁 竟然还是你自家的 那代表这一块有没有利润 合理来推论 应该他是有利润 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来看 如果我们就举例来看 你的意思说 我自己做的 我觉得我这成本效应不划算 我给别人代工 可是代工的那个工厂 又是我同集团里面 那不是钱都在我里面自己赚吗 其实我跟立刚讲 其实这是我们台湾很多厂商的一个潜规则 其实这是一个应该是说 早就已经知道的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我们来举例跟他说 比如说假设有一个X集团 那X集团本身他有一家A公司 注意哦 这家A公司 它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好 那你上市公司 我们假设 这一家集团 它的持股 就是老板 这些大股东 同一个家族 持股是百分之二十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持百分之二十的话 你的意思说 对 我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持股 在这一家公司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但是有百分之八十 可能是其他小股东的 对小股东的 对好 那我现在做了一项产品 这项产品 假设我卖出去之后的 利润是十块钱 那你十块钱的话 百分之二十的话 代表我集团 卖这项产品 我是赚两块钱 对不对 好 那至于这两块钱 是谁来分呢 很简单 就是所有的股东下去分 大股东二十趴 你分二十趴 其余的有小股东 再来分 好 那这时候呢 他可以透过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我这项产品 所以你的意思说 卫权很有可能 是这样的状况吗 不只是他 其实我们台湾一个现象 我算给大家看 你各位就觉得很恐怖了 如果说这项产品 我假设我丢给 另外一家公司来代工 那这家公司是属于米公司 那你看 我丢给你代工之后 我丢出来的生产的产品 是八块钱 因为我在这个集团 在这个公司里面 实股就已经百分之八十以上 所以我每十块钱的利润里面 我可以赚到八块钱 不是 八块要乘以八块 其实你赚到六点四块 八块乘以八块就六点四 简单讲这张图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如果我 上市公司我自己做 我集团我只能分到多少钱 两块钱 可是如果我透过 另一家米公司 来代工他的产品的时候 我可以赚的利润是 六点四块钱 好 那现在关键点在这里 持股 也就是说 我持股如果是百分之八十的话 这六块钱是我们 可以分到的钱 更多 所以光卫 如果以你这样说法 假设 我们来假设一下 A公司就有可能是卫权 然后有可能 B公司就是顶心 可能是这种状况 而造成的这样子 现在这样 他中间这样子 左手转右手的这种可能性吗 对没有错 那所以说我们看得到 其实在台湾的 这个厂商 其实很普遍 维持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 你像简单讲 假设我今天当一个董事长 你想想看 我的薪水一个月可以多少 了不起三十万 再好一点五十万 我一年给我年终奖金 五百万可不可以 可是你注意看 这些公司的董事长 为什么他的身价 都可以到上一 甚至十亿百亿 为什么 其实他会 往往会有怎么样 成立一家所谓的子公司 你意思说就是有子公司中间 有些东西从这里运作 对这里运作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这家A公司 它是属于上市公司 那请问你 这些小股东请何以堪 我买了你的股票 可是你却怎么样 把你的产品 移交到B公司 给他赚 然后赚走的还是谁 大股东在哪 可是我小股东 我拿到什么呢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用这样的方式运作之下 我大股东就可以赚到钱 但小股东 其实分红分的就不多了 因为你拿给他代工了 你该赚了可以给他赚了 所以这变成说有点 我们讲讲的 左手拿到右手去 那左手是谁呢 左手是我们两个人 对不对 可是当我左手 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分 可是当我把左手拿到右手的时候 这右手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讲这是我 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大股东 一次就赚六块四 但是我甚至连个两块钱 我都不分给这些小股东 还是有零头 还是有零头 但是实际上来说 变成本来我应该小股东 可以多拿一点 可是偏偏我就反正宁可放我口袋 我也不想给这些小股东了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市场上 很多的潜规则 其实是从地方来的 那我们在想 其实这样的方式到底好不好 只有一个观点而已 如果今天这个代工是会赔钱的 我告诉各位 绝对不会是集团自己做 如果这一家是赚钱的话 他就有可能是集团自己做 所以这个就是把 整个上市公司的利益 有一部分移转到他们私底下 持股比较大的那家公司 所以讲这个就是我们台湾 目前蛮存在的现象 严格讲 我觉得对我们的小股东 也非常非常不公平 原来小股东就遇到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大个股东 他们把公司变成A公司跟B公司 刚刚光辉这样子分析 你大概能够了解了吧 但我们说到鼎星 鼎星其实最早 它发源的时候 就是在制油 可是好多年前 大家还记得 米康油事件的多绿联本 而鼎星那个时候 就开始往大陆去发展了 可是发展之后 它现在又回到台湾 但这一次 怎么又出了事情 怎么又有油在毒害人呢 曾威 立刚 如果我们在这次 所谓黑心油事件之前 出现之前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 整个鼎星集团 尤其是他的四兄弟 创造的台湾第一的传奇 其实在台湾有好几个 其实你知道吗 现在台湾 作用第一高楼 那边拥有企业集团总部在上面的 是谁呢 谁 就是鼎星魏家 这四兄弟分别占了84楼 东西南北 各四个角 拥有全台湾最好的view 那目前为止 全台湾最棒的顶级豪在哪 当然是地宝 你知道 鼎星魏家四兄弟就拿了13亿 买了地宝总共9户 什么 买了9户 是9户 很多人一辈子不一定买到一户 他买了9户 那他等于是地宝最大的客户 那我还说他还有什么样的第一呢 其实你知道 他其实是算现金第一 很重要的一个企业集团 在这个今年的四月份 他还买下了百事可乐 百分之百在中国大陆的股权 等一下 连百事可乐他都把它买下来 还百分之百的股份 不是这个大陆 也不是什么台湾内地的厂牌 都不是 是全世界 美国的那个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 百分之百的股权 你就知道他现金有多少 你知道很多人提到 他手头边拥有的现金 就至少三百亿人民币 等一下 手头的现金就有三百亿 他不是到处点当到 简直不可敌国了嘛 1979年 大家如果去查资料 其实那个阶段的 这个台湾的食品拥有 也像这次一样 风波在一起 所以那一次呢 鼎心他们家当时叫做 他的鼎是三个鼎 就是三组鼎类的鼎 鹿鼎记的鼎 当时叫做鼎心之游 当时是一家小公司 那成了五十几年之后 他居然现在越来越大 已经变成了所谓的 现金地的企业集团 结果呢 当时他就是涉及了 所谓的米康勇事件 1979年 他才只好淡出了台湾 然后去了大陆 当然这个是 很多人不能够讲说 这就是直接相关了 但很多人认为 让鼎心到了大陆 这个压垮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很可能是 这个米康勇事件 我们应该好好去看一下 这个四个兄弟 这次算是主角之一了 那老大是这个威应州 他是专门做管理的 而且他几乎就是掌控 整个康师傅泡币 最核心的一个人物 那么所有的四个兄弟 几乎都听命于他 任何的事情 几乎都要大懂 排版低暗 才有可能算数 那么老二呢 威应州二董 他最主要是管物业 所以你知道整个101 他的这个所谓物业集团 还有对大陆来 很多的这个企业集团 高官来参观101的时候 其实都是跟威应州交涉的 那老三 这个威应州 就这次我们提到了 这个威权食品 最主要的一个掌门人了 然后这个老四 威应行 那其实他们常嫁娶女儿 最近这个 这个威应行 其实蛮漂白的 跟我们这个彼此的互动 其实都还蛮好的 然后他们家兄弟 有曾经去讲过 他们有一种 很特别的对四的迷信 哦 四的迷信 只要是四 他们都觉得 是非常非常的lucky 所以他们反而觉得 四是个吉利数 比如说你看 这四个兄弟 他们就分战 东西南北四个角 四个这个 这个办公室 都掌握下来 而且他们在84楼 然后他们并购这个 这个百事可乐 这样的一个股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也挑的四月份 哦 所以 所以他们很认为 四是一个lucky number 所以其实一年四季 四个兄弟 固定有兄弟会的 他们这个要大团结起来 当兄弟会 他们会常聚在一起 所有的人听命谁 大董排版定案 嗯 所以那时候 你知道很有趣啊 这大董呢 第一个先挑中了 地宝的人 其实是大董 魏英州 他那时候 其实蛮有一个 看土地的眼光 他就觉得地宝 这个地方不错 当时一瓶其实只有80万 所以他那时候买的其实是 那时候房价还没被炒高的时候 没错 而且他当时呢 地宝你看80万 你现在怎么可能买得到呢 现在都已经涨到130了 所以那时候大董 当年的台北市80万已经非常贵了 那是当时 可是 最贵的 对对对 不过大董真的 他看事情很有 他一个独到眼光 那时候地宝其实分三种坪数 一种是最小的 最小size160坪 那第二个是210坪 那么最大的有多大呢 250坪 大家能够想看 你家里才几坪 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算一下 大家有二三十坪 不错了 10倍了 没错 他当时买的还是地宝最小的 一坪80万 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说 大哥看了 觉得住得不错 觉得四个兄弟 兄弟齐心 应该住在哪里 当然住在地宝啊 而且你知道 他们魏家有一个 那个不成文的规定 男要给房产 女要给财产 那他总共有9个小孩 目前为止只有 四个兄弟 他总共有9个男孩 所以他们就预定了 他要买9户 9户下来就是要留给子孙用的 所以他当时呢 魏应州 他买了这个最小的 这个160坪之后 一坪80万 后来他们要再买的时候 不是说四个兄弟 要住在一起 要大户 要再大班 就他说 这个一坪 现在当时 这个魏应交很会算 他管财务管理 他就问说 那现在一坪已经多少钱了 然后那时候你知道 地宝已经涨到后来 其实一坪已经涨到130了 130了 这意思是什么呢 那比80万还要贵了 等于是每一坪就多了50万 对啊 对 那他这样算起来 你知道每一户增加了要多少钱 这9户 几乎平均每一户 就要增加1亿 1亿多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 大户就在那边讲说 这个事情 还有什么事情 比这个钱更重要 当时魏应交呢 曾经有想过说 大哥这样买好 不一定说 全部兄弟要住在一起 最后也是一样 魏应周认为 就应该住在一起 最后宁可增加了 每一户增加了1亿以上 去买了这个9户的地保 全部的兄弟要住在一起 原来啊 顶星集团是这样子做法 他们的幸运数字 居然是4 但是这一次呢 魏权的油品 21项出了问题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另外还有一家 上市上规的公司 叫做福茂 福茂的油品也出了问题 但是他的股票交易上面 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哦 光辉 问题出在哪里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是福茂油 那其实我这边 特别设计一个资料 是这个主力的 一个买卖超 那各位看 其实在这一天 也就是他这一天 是涨停板 这个10月29号 说是涨停板 这边是10月29号 这边涨停板 红色的这个是涨停板 对 那你来看 这个绿色的就是 大幅度的卖超 卖超多少张呢 1800张 换句话说 我们很纳闷 就是说一般我们股票 如果出现大幅度涨停板 而且还有利多 对不对 理论上是不应该 有一个大幅度的卖超 那你除了 所以你是说涨停 结果又卖超量特别大 量特别大 然后你再来看 融卷的部分 这个是融卷的话呢 那竟然融卷2500张 也就是说卖超 融卷代表 看坏这档股票的后市 可是不要忘了 涨停板 涨停板怎么会看坏后市 下问题来了 结果我们不是在11月2号 新闻开始爆出来了 福茂油 原来你也拿了大桶长几的油 对不对 那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比较大 就是这个跌幅开始出现了 那11月2号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11月4号 也就是在 这时候还在假日的时候发布 那各位你注意看 这几天 这几天 你注意看 股价从最高点15块滑下来 那我请问你 时间少了三天 那是不是有人先知道 否则你怎么会去卖掉 否则你怎么会去放空它 你的意思说福茂油快要出问题了 有人知道消息了 可能就已经先把股票开始卖了 但是那时候股票还少 是涨停板 对没有错 所以就一般来讲 我们在判断的话 表示股票市场 它一定有一个异常的交易 那一般金管会 他会特别注意到 这种异常交易就是说 你在事件发生之前 如果你得知了消息的话 这是违反证券交易法 155条跟150条 其中的几项规定 这个是要被处罚的 这要被处罚的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发现说 有这样的异常的现象 好 那再我们来看下一个 另外一个泰山 泰山的话 因为泰山 他其实他在交易的时候 各位注意看 当时一样 泰山也出现了什么样 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事件发生之后 既然大宠长几出了问题 既然其他的 像富贵家出了问题 那我们没有办法买其他油 对不对 我就会想象 那我可不可以买其他的油 那你是说福茂 有这样的状况 泰山的股票 也出了这样的状况 那你注意看 这一天一样 10月29号是最高 对不对 那你来看 这时候的融券 融券的张数 竟然怎么样 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可是怪了 怪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这一天是不是出现大跌 跌到跌停板 可是融券马上回补 大跌 照理讲融券不应该回补 而且怎么样 你出现了怎么样 怪现象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特别是在10月39 这一天是10月29号 隔天是10月30号 10月30号干嘛 我们的卫福部 在下午的三点钟 召开记者会 他要公布 所谓的一个 异常的一个名单 可是他讲了一大堆之后 名单也不给媒体 对不对 注意这一天是在这里 这一天是在这里 已经收盘了 我刚刚讲几点 三点对不对 已经收盘了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到了下午四点 结果草草收摊 可是在民间 已经开始流传了什么 你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也就是说 所以有人知道卫福部的名单 对 也就是说当时泰山 是被列入异常的名单 那就怪了 如果你被异常的名单的话 我没有理由把农券怎么样 回补 因为如果你是异常的名单 股价还会再怎么样 下跌 再下跌 就像服帽友一样 对啊 可是你奇怪 名单都还没出来 你竟然先回补 后来到了10月30号7点钟 卫福部又出来召开记者会 他说事实上这个名单是乌龙公文 所以在取消掉 代表泰山并没有被列入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议场的名单里面 所以我们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卫福部之前要公布的名单 结果后来因为是个乌龙名单 可是有人已经知道 那是乌龙名单 背后已经在操作股票了吗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跟刚刚服帽友的差别是在于 服帽友的差别的话 它是这样子 服帽友是 它是真的出问题 所以你注意看它的融券是增加 而且融券没有回补 对 有没有 可是泰山不一样 泰山的话是知道它没有问题 所以融券开始回补 这就是牵扯到我们所谓的内线交易 那简单讲 我们就很怀疑 卫福部你这个名单 从三点到拖到七点 这当中在整个地方 在流传的时候 似乎有人先知道 你泰山可能不是名单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对我们一个操作人就非常不公平 这叫做什么 资讯的不对称 后来就说很多人在消息还没有发布 甚至重大消息都没有发布之前 就已经得到消息去买卖 所以我想 现在整个一个食用油里面 我们发现 是不是有凸因 这就是我们观察的 也是金管会应该要注意的 所以不只是油的安全的问题 而是包含了油的背后 那个股票在操作的问题 对 这是我们常讲的凸因 利用不对称的消息 或者是他自己拿到 特别的消息的状况之下 去买 或者去阻击像这样的股票 所以我想 现阶段尽管会应该要 查这个方向下去调查 为什么泰山的这个股票 会有这样的涨法呢 你不觉得整件事情当中 背后那只凸因 究竟是谁在操盘呢 可是埃及的法老 你想到的是谁 当然是图坦卡门 图坦卡门18岁就过世了 但死因沉迷 最近谜可能要解开咯 休息一下来揭秘